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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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准备介绍一下藏传佛教的空心血 那么这个空心血呢 它不仅仅是藏传佛教的特点 整个佛教的最核心的思想 在佛教里面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佛教认为这个我们最后解脱 最后的解脱就是要靠这个真乌空心 因为我们的烦恼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烦恼是赖自于无名 什么叫做无名呢 就叫做这个愚痴 愚昧 那么愚昧啊 或者是这个无名我们怎么样解决啊 这个就是并不是年金磕头少相拜佛来解决啊 那这个就是用智慧啊 来解决啊 用智慧来颠覆我们的原来的这些啊 各种各样的这些愚昧啊 然后那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推翻这个愚昧呢 那就是需要智慧啊 这个智慧是什么 智慧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智慧 智慧其中正悟空心的智慧才能够断除啊 才能够推翻啊我们的这些愚昧 所以呃佛教那认为这个空心是非常重要的啊 那我们今天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啊 我觉得呃各位呃可能很多人也就比较甘兴趣啊 也就是比较有好奇心啊 因为呃这个佛教 就已经在这个啊 中国已经是非常历史非常悠久 嗯 或多或少很多人还是知道一些 尤其是啊 比如说呃这个佛经当中的啊 心经啊 在座的可能多数的人都知道心经啊 伯若心经嗯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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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什么意思呢啊啊 到底什么叫做空什么叫做色啊啊 啊啊 怎么是空呢啊啊啊 这个世界明明我们看见啊啊 他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东西嗯嗯 那么他是一个这么真实的东西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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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Defense ellas 也就会有些疑惑 还有很多人也想知道 所以我们介绍一下空心 空心的它的 首先这个空心要分两种空心 首先我们讲空心的分类 我们先讲空心的分类 空心的两种空心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是以什么方法来区分两种空心呢 它是以空心的范围 以空心的范围大小来分两个空心 第一个最简单的空心是什么 就是证物了人 比如说自我是不存在的 自我是不存在的 这个叫做人无我 在佛教里面讲人无我 除了佛教以外的这些宗教都承认一个上帝 还有就是承认一个自我自我的存在 这两个是基本的概念 很多宗教 但是佛教这两个都不承认 第一个不承认这样的一个万能神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佛教有不承认就存在一个自我 这两个都不承认 那佛教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证明 怎么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证明这个空心呢 它有很多种方法 那我们今天讲的呢 就是其中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也就是大家都可以用的一种方法 就是逻辑推理 通过逻辑的推理的方式来证明这个空心的存在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自我的不存在 这叫做人无我 人无我 就是范围含笑 这个范围含笑 然后第二个空心呢 范围含广 他是人为这个世上的所有的东西也是不存在 那么这个叫做法无我 佛经里面就讲法无我 那有两种空心 那这个是空心的分类 那首先那我们怎么样去证明这两个空心呢 首先我们在这个当中有一个常识 像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 什么是常识 就这个阿尔迪 今天上午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四迪 佛教的四生地 那么现在是阿尔迪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是两个概念 四生地和阿尔迪是不一样 那这个里面的阿尔迪 后面的弟子 阿尔迪也就是跟我们上次讲的 这上午讲的一样也是正式的意思 阿尔迪是真实 准确 阿尔迪是什么呢 阿尔迪是什么呢 两个不同的结论 两个不同的结论 一个物质就有两个不同的结论 比如说一个实节 比如说物质实节 物质实节 我们去分析的时候 分析这个物质实节的时候呢 它有两种不同的结论 那这两种不同的结论是什么呢 第一个 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焉耳彼色神 这叫做无中甘管 第一个是我们的甘管的结论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这个实节 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它的表面上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实节 叫做世苏迪 这是我们的 这个不是佛的智慧的结论 也不是一种利论 一种这个逻辑的结论 这是我们的甘管的结论 我们的眼睛看到的上和达底 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我们的眼睛的结论 然后我们除了我们的眼睛的这个结论 我们眼睛 我们舍觉 从我们舍觉的这个结论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结论呢 还会有的 还会有 还会有更正确的这个结论 那么这是我们就等一下要介绍的这个空心 是第二个结论 第二个结论 怎么样证明这两个二地的存在呢 第一个是我们现在 大家都感受到感觉到的这个实节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不需要去证明 大家都很清楚 然后那么第二个结论 空心我们怎么样去证明呢 那这个就是通过一种方法 通过一种思维的方法去证明 去推理 另外我们可以用一种 可以用一种比喻来证明这一点 用一种比喻 那这个比喻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早上也提到过 比如说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实觉就看一个恶乱石 一个恶乱石放在前面 然后用我们的眼睛看的时候呢 它就是一个石头 是一个精致的无梯 精致的无梯 那我们的肉烟在这个恶乱石的厉厉歪歪 根本就看不见一个运动的东西 根本就不是一个运动的东西 它完全是一个静致的东西 但是这个实际上是不是精致的呢 这个世界上没有精致的恶乱石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这样的的精致的恶乱石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东西都在运动 所有东西都是 所有的物体 所有的物体都在运动 这个释迦牟尼佛早在2500年前也讲过 佛陀也讲过 讲得非常的清楚 然后20世纪 也就是科学历史上有一个叫做不狼运动 不狼运动 不狼运动是什么呢 就是不论是一块砖头 或者是一个恶乱石也好 任何一个东西 它都在运动 都在运动 这个里面没有任何东西是精致的 所有的东西都在运动 但是我们的肉眼看起来的时候就看不见 实际上是运动的 是一个高速运动的 但是我们的肉眼看不见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这么说 那一个恶乱石 一个恶乱石现在就是有两个不同的结论了 一个是我们的肝管的结论 就是一个补运动的 一个精致的这个五体 这是我们的舍觉的这个结论 然后一个呢 就是另外一个结论 是一个运动的运动的这个恶乱石 那么实际上这个里没有一个恶乱石 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的原子在运动出了这个意外 没有恶乱石 这是另外一个结论 那么这两个结论呢 这两个结论都是相互这个是矛盾的 对立的 两个都是对立的 一个是运动 另外一个是这个精致 那么这个矛盾我们怎么样去协调呢 实际上物质的这个本性 或者是它的这个本质 既是运动的又是这个精致的 这样子的可能吗 这个是永远不可能的 如果它的本质是运动的 那就永远不可能它是精致的 如果它的这个本质是精致的 那么它永远都不可能是运动的 因为这两个是完全是对立的两个东西 不能是这个 这个不能是这两个是一 两个都同时存在 那么这时候呢 那我们就只有分 分开 阿尔迪 分开阿尔迪 这个时候呢 为什么要很分呢 这时候就我们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不分 为什么 纤维经的这个结论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否定 没有办法否定 这个比我们的眼睛看得更正确 所以这个不能否定的 那我们的肉眼在现实生活当中呢 它的结论也不能否定 也不能否定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的眼睛看到了就算了 我们的实觉也是不能在生活当中 现实生活的层面来讲 我们的这个实觉 也是在正常人的这个实觉 也是不能说是错误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分阿尔迪 阿尔迪就是两个尊确的东西 那两个尊确的东西是 相对而言的 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讲 那就是由精子的砖头 由精子的恶乱石 或者是从我们的实觉的角度来讲 那就是又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精子的东西 所以他对我们的这个实觉而言 他是遵确的 他是遵确 这是这个就是第一个 这叫做这是二地当中的第一个 然后呢 第二就是线微井的 它的结论是云洞的东西 然后没有一个恶乱石 就是有一大堆的原子 就实际上没有一个 没有发现一个恶乱石 就是一大堆的原子 没有发现一个恶乱石 那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否定的 这个也要承认 这个是对纤维精而言 那这个是准确的 这个准确 所以我们这个情况下 就没有办法只接受一个 我们两个都接受了 这样子以后呢 把两个准确的东西分开 分开 那就只有这样子 各位也可以好好想想 比如说我们在这些线 这是非常非常科广的 两个都是 一个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明明是这样子 幼儿乱石 而且是精子的 然后呢 在纤维精的精 这个纤维精下面呢 没有恶乱石 就是原子 而且是运动的 这两个当中 我们接受那一个 我们没有办法否定任何一个 一个是我们的干管 正确的干管的结论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更准确的纤维精的结论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两个要分开 这个时候呢 只有这样子 一个是现实生活当中 它是正确的 另外一个是纤维精的结论来说 它是正确的 就只有这样子 这是为什么要分二敌的理由 就是这样子 为什么要分二敌呢 这个二敌是怎么样来的呢 来源是什么呢 就是这样子 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的眼睛看到的跟佛看到的是不一样 或者是我们的眼睛看到的跟菩萨的这个实觉 所发现的这个实际也是不一样 也是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能这样子 分现实生活当中也应该有一个准确的东西 对现实生活的这个领域来说 在这个领域当中呢 也有一个准确的和不准确的 不能说现实生活当中的所有都是错误 不能这么说 那现实生活当中啊 我们也分一个错误和准确的 然后佛的境界啊 是另外一个境界 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要分一个啊 这个佛的境界 这个错误和这个准确 那我们的现实生活的一切 我们所发现的一切 从佛的境界来讲是错误的啊 但是呢 是对我们自己的境界来讲 这个是准确的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才知道这个纤维经啊 精致和云动啊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才不能不接受啊 不能不接受一个世界 有两种不同的现象啊 或者是有更多的不同的现象 我们今天造成也讲过了啊 比如说我们的我们人类的啊 眼睛的结构啊 如果是不是现在这样子的结构的话 那么我们看到的世界 也不会是今天的这样子的世界啊 不会是嗯 因为我们的眼睛的结构啊 这个物质的结构是这样子 所以它能够接受的光啊 是这个这个光谱当中的这个可见光啊 它这个通过这个光啊 看到的世界那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的眼睛的结构不一样啊 它能够能够看到的感觉到的这个光啊 不是我们现在的眼睛能够感觉到的这种光的话 那么它看到的世界就是不一样 嗯 世界是不一样 所以佛经里面将啊 六道轮回六道轮回看同样一个东西啊 那么他们看到的都是不一样 不一样 比如说约球啊 约球我们人啊就等约啊 在约球上啊没有发现啊 没有什么发现什么其他东西 嗯 但是呢 比如说是另外一个呃 比如说外星人也好啊 或者是呃天人也好 或者是另外一个生命去看这个地球或者是约球 那么在他的眼里啊 就是不一定是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啊 那这是因为每个人的感官啊 我们的感官跟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啊 啊 这两个啊 这两个是有密切的关系 如果其中一个东西发生了变化 那么零五个东西也会发生变化 好 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 佛啊 就分分了这个耳底 把耳底分开啊 耳底分开了以后呢 在现实生活当中给我们保留了一个啊 这个真实的东西 那是什么呢 啊 这就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所发现的一切啊 这个准确的都叫做二二这个世俗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超越我们的感官的结论啊 这叫做生意的两个 二底 二底的来源是这个 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一点啊 要不然的话这个这个思路就是很混乱的啊 怎么可能我们现在明明看到一切都是都是真实的啊 都是存在的 怎么可能是不存在呢 我们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 嗯 但是呢这个我们也得要看一看啊 比如说啊 我们还没有纤维经的时候啊 如果有人说啊 这个鹅乱是是不存在的啊 这个是一大堆的原则 而且这个里面没有根本没有一个精着的东西 嗯 那那个时候我们会接受吗啊 这个时候是不会接受的啊 佛经里面讲过了 两千五百年前就讲过了 但是呢 这个很多人也不知道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肯定是不会接受的啊 我们会觉得怎么可能恶乱是明明在这里啊 怎么可能不存在呢啊 恶乱是我明明看见它是精致的啊 一动不动的啊 它怎么可能是一个啊 一个云动的呢啊 我们这样子我们可能不会接受的嗯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两个是对的啊 就是原来一个恶乱是 就是有两个允许有两个不同的结论啊 允许有两个不同的结论啊 所以佛也就就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佛就把二地分开了啊 佛认为啊我们的刚观看到的啊 从我们的生活的角度来讲 这个也是对的啊 没有错的 但是呢 它有更甚层次的啊 另外一个结论啊 那么这个是更真实的 所以这两个都存在的啊 两个都是真实的 那么所以这边分二地啊啊 而地是这样子来的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啊 二地是什么呢啊 第一个叫做圣一地啊 而地当中的第一叫做圣一地啊 那圣一地的意思是什么呢啊 真正啊真实存在的 就刚才我们讲的儿地当中啊 儿地当中啊 相对来讲这两个都是 这两个都是真实的 那么这两个当中呢 那有没有也有没有一个错误和真确的这个分啊 啊分辨呢 有 那二地当中真正的存在的是什么 就是生一地 为什么真正存在真实的是生一地呢 那刚才我们啊已经很清楚了 比如说啊这个恶乱石的啊运动 我们看到恶乱石是运动的 这个结论是真实的呢啊 还是这个恶乱石是禁止的这种结论是真实啊 让我们选择的话啊 那我们一定会选择啊 这个运动啊 它是真实的嗯 禁止的那虽然是钢管的结论啊 但是这个没有这世上没有这个禁止的东西啊 所以我们就一定会啊 选择这个呃 恶乱石是运动的是 是准确的啊 这时候呢我们就这两个啊 两个结论当中啊 准确的是什么 就是运动的啊 不准确的是什么 就是禁止的啊 那我们可以这么说 我们不可能说两个都是不准确啊 或者是两个都是正确的 不能这么说啊 然后啊 第二啊 第二就是世俗的啊 第二叫做世俗的嗯 世俗的是什么呢啊 世俗的是我们的钢管的结论啊 我们钢管的结论叫做这个世俗的 钢管的结论就是世俗的嗯 嗯 然后这个分了以后啊 然后我们就知道啊 从世俗的的角度讲啊 这个世俗是存在的啊 佛不会说啊 这个从世俗的的角度啊 不会说啊 世俗是不存在的 是孔心的 是孔的啊 不会这么说 从这个世俗的的角度来说啊 一切都是存在的啊 有鹰有果啊 有山有鹅啊 这都是存在的 嗯 但是这个存在啊 啊 它并不能代表啊 真实存在啊 啊 世俗的的存在 并不能代表真实的存在啊 啊 就像 就像我们也啊 我们的色觉啊 他确定这个啊 这个恶乱师是禁止的啊 但是呢 他的确定啊 并不能代表啊 这个恶乱师实际上是啊 禁止的啊 实际上是禁止的啊 他只能说明啊 他只能说明啊 在他的这个范围当中啊 在就是这个 钢管的范围当中 他是啊 禁止的啊 他并不能说明他实际上啊 也是啊 他实际上也是啊 这个啊 禁止 他不能说明 他只能说明 在实觉 就是 用我们的实觉来看 他是 他是禁止的啊 他只能代表自己啊 同样的道理 从这个世俗的的角度讲 然后呢啊 一切都是存在的啊 没有任何东西是空的啊 都是存在 但是这个存在呢 那并不能代表啊 正式存在 这个也许啊 也许这是一种 环觉啊 也许这是一种 错觉啊 这是一种错觉的存在啊 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存在 就像 就像这个啊 恶乱是是禁止 我们看到他是一个禁止的东西啊 这完全是一种错觉啊 啊 他不是一个真实 为什么呢 因为世界上没有禁止的东西 那么我看到了一个是一个禁止东西 那这个一定是错觉啊 这一定是错觉啊 因为你世界上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个禁止的啊 这样子的五体 那么你怎么能看到一个真实的禁止的东西呢 那你看到的一定是错觉啊 那这个只能说是错觉的啊 存在 错觉的存在不是真实的存在 那今天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啊 这样的一个一个这样子的错觉啊 但是这个错觉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 跟真实是完全是一样的啊 跟真实的东西完全一样 当我们没有发现的时候呢 跟在现实生活当中 他给我们的感觉啊 是非常的真实 非常真实 嗯 他啊 比如说我们晚上做梦的时候啊 当我们还没有发现啊 我们自己在做梦的时候呢 在梦里面的发现的一切啊 都是非常的真实 都是很真实 我们根本分不清楚 现实生活跟这个梦的区别 在做梦的时候 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真实的东西 嗯 根本就没有办法分开 那啊 同样的我们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 这个从这个以无中干管的角度来讲啊 啊 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虽然是一个幻觉 但是呢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啊 啊 这是一个虚幻的东西 这是一种错觉 其实是这是一种错觉 嗯 那这个错觉啊 是我们的啊 先天的啊 这个叫做在佛教里面呢 啊 这叫做先天的天生的巨生的巨生的巨生的五明啊 巨生的五明 这是先天性的啊 啊 啊 每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五明啊 五明是什么 就是余梅 把这些东西当作啊 真实的嗯 其实啊 我们刚刚讲啊 其实这里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没有一个这么真实的东西 但是呢 一生下来的时候就我们把它当作啊 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嗯 那这叫做 咸天的啊 巨生的啊 无明啊 物明是什么呢 明啊 就是觉悟啊 这里的明就是觉悟 物明就是没有觉悟啊 没有觉悟啊 就是这叫做无明啊 那这是我们的先天心的无明 所以我们剩下来的时候就犯了这个错误 就把这一切都当作是真实的东西 嗯 然后后来的所有的这些啊 情绪 烦恼 痛哭 都来自于啊 都来自于这个这个无明 就来自于这个啊 来自于这个这个错误的观念啊 所以叫做 这叫做无明 那这个无明啊 我们啊 首先呢 怎么样去推翻呢 那就是要正悟啊 用空性的理论来证明啊 这个是错误的 然后知道了这个错误以后呢 这叫做觉悟啊 这叫做这个觉悟 觉悟了以后啊 他就造到了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痛哭的根源啊 这样子以后呢 然后就能够这些所有的痛哭都能够解决啊 这样子 那实际上这个我们的这些观念 我们的啊 很多的人身管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实节观啊 这都是从我们自己的干管的角度来讲 这个是 这很多都是对的啊 但是这个对的意思呢 这是一个表面的 这个我们的世界观是一个非常表面化的这个世界观啊 我们根本没有深入的去了解这个世界啊 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我们看到这个恶乱式是精致的啊 那这是一个非常表面的啊 实际上第一个没有恶乱式 第二个呢 没有这个更没有精致的恶乱式 那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表面的错觉啊 表面的错觉 那我们这样子的错误的这些信息啊 是怎么来的呢 首先我们要去要去观察一下我们的这些错觉是怎么来的 首先我们所有的判断啊 我们的价值判断啊 都是啊 首先是要依靠啊 感光啊 依靠我们的感光啊 感光啊 比如说我们的燕镜啊 实觉他发现了一个啊 发现了一个无体 嗯 然后他啊 这个信息啊 判断给我们的第六仪式啊 我们昨天讲过的这个第六仪式 第六仪式是什么 这是平时我们去判断啊 分析啊 研究啊啊 做这些的这个仪式叫做第六仪式啊 佛教里面的这个仪式的这个排列当中它是第六啊 所以叫做第六仪式 当我们的诗觉啊 发现了一个东西以后 然后呢 他把啊 这个信息就传递给啊 这个第六仪式 然后第六仪式 他去分析 然后判断啊 最后就判断啊 这个是啊 俄罗斯啊 是什么东西 他去判断啊 那这个当中会有错误的 这个错误怎么产生呢 首先这个错误的来源是我们的诗觉啊 因为诗觉啊 他的灵敏度不高啊 我们的诗觉 我们的眼这个啊 眼睛啊 我们的诗觉就根本没有办法看到啊 这个原子依下的啊 这些围观世界当中的这些东西 他根本没有看到啊 没有办法看到 然后他就根本没有没有去没有没有办法截住啊 他的这些细微的云动啊 那他只能看到表面的一个显像 表面的显像是一个精致的错误啊 然后他把这个错误的信息串递给第六仪式啊 串递给第六仪式呢 然后第六仪式呢 他也就跟着他又跟他犯了错误 第一个诗觉犯错误了 然后诗觉把自己的错误信息传出了 判定给第六仪式的时候 然后六 第六仪 然后就根据这个错误的信息 然后他去判断啊 然后得到的结论肯定是一个错误的结论了啊 因为他的他的结论他他的给他传递的这个信息本身就是错误的 嗯 那么他根据这个信息来分析啊 判断那么一定会是错误 所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恶乱是是精致的啊 这个这个信息 那么这两个都错了 第一个社觉上错了啊 第二个呢啊 然后第六仪式他也错了 嗯 他也错啊 所以我们的啊 绝大多数的这个啊 人类的这些对世界的这个判断啊 世界观都 都来自于什么啊 都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感官啊 都是来自于自己的 如果我们的感官是永远都不会有啊 不会犯错误啊 不会不会错的话 那么我们的这个这个啊 观点啊 也是啊 不会错的 也是准确的 那但是我们的这个 如果我们的实觉啊 啊 的这个听觉 这些都如果犯错啊 如果有错误的话 那么他们给啊 啊 第六仪式的这个信息 最后的结论啊 肯定也是错误的啊 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细 相细的思维的时候呢 啊 我们的这些观点当中啊 是在宏观的啊 或者是很粗大的啊 从这个这个层面 很表面的啊 这个层面来讲 那我们的很多观点是对的啊 但是呢 进一步思考的时候 我们的很多啊 这个观点是 错误的啊 不对的嗯 这时候啊 这叫做 这叫做 哦 这个 实属的和生疑的啊 这叫做实属的 实属的的错误的来源就是这样子啊 为什么它是错呢 那我们刚刚讲的 它是它的错的原因是这样啊 啊 这一个 另外一个 有些时候呢 我们的实觉啊 啊 它是没有错的 它没有犯错啊 它没有错 但是呢啊 这时候呢 我们的意识啊 它自己犯错误 就它认为是现在的太阳啊 我现在看到的就是当下的太阳 那当下的太阳 这是它自己犯的错误啊 然后月亮啊 这月亮啊 这月亮从这个月球上啊 啊 这个光到 从通过光速到地球的时候呢 那么就需要1.3秒啊 也是已经不存在到我们的眼睛的时候 它也是不存在 嗯 但是 这个时候我们的意识 就认为这个是当下的月亮啊 当下的月亮 它认为是它现在的月亮 但不是现在的月 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呢 啊 已经没有了 已经不存在 已经消失了啊 现在的月亮呢 我们没有看到 等到零 啊 等到这个啊 1.3秒以后啊 会看到的啊 或者是 现在的太阳呢 我们8分钟以后会看到的啊 现在看到的呢 是8分钟之前的 但是我们一时就犯了错误了 我们认为是现在的啊 现在的这个这个这个 啊 有些时候呢 我们是觉啊 犯错误 他 穿递了错误的信息 有些时候呢 他没有穿递了 没有穿递这么错误的信息 但是呢 一时他自己犯错误啊 所以我们的这个啊 一时啊 不能考 不能不能 相信的去观察 如果相信观察的话 那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可以想 可以可以 可以相信的东西了啊 可以相信的 所有都是错觉啊 但是我们人啊 如果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追求啊 就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当中啊 通过物质来刺激我们的感官 然后呢 通过这种刺激 我们啊 就感觉到 所有的心腹啊 这样子满足了 然后再也没有其他的追求啊 那就不要观察了 这都不需要 嗯 哲学啊 也不需要了 然后佛学也不需要了啊 不需要 就像是动物史的生活 动物吃饱了以后 他就没有更多的需求了啊 如果不需要这些这 没有如果没有这些啊 追求的话 那就不需要了啊 他搓 他怎么样搓 也没问题 在现实生活当中 他还是一个真实的东西了啊 八分钟之前也可以 现在也可以 反正啊 就是我看到一个太阳 我认为是现在的啊 或者是说啊 实际上有没有一个啊 这个啊 有没有一个啊 精致的恶乱是啊 这个无所谓 反正现实生活当中有了 就可以了啊 嗯 如果是没有其他的追求 那就更这些这些观察都不需要 嗯 但是人啊 是有智慧的 所以他一定要啊 希望能够看到真正的这个世界啊 想追求正理啊 追求智慧啊 这个时候呢 那我们就进一步去观察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啊 原来我们非常相信的这个 这个舍觉啊 听觉啊 都是楼东摆除的 嗯 都是楼东摆除的 嗯 所以我们现在看不见呢啊 啊 看到的真真真实的东西我们看不见啊 啊 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东西 嗯 所以这时候呢啊 啊 我们可以这么说啊 啊 当纤维镜看到这个啊 呃 观察这个鹅卵石的时候呢 在纤维镜下面 这下面我们看不见的这个是金子啊 这个根纸的东西啊 已经不存在了 嗯 所以这叫做空心啊 知道吗 这叫做空心啊 我们的眼啊 我们的肉眼下面呢 明明有一个啊 啊 镜子的鹅卵石 嗯 啊镜子的鹅卵石 但是呢 从线维镜的这个这个啊 这个结论来说 这个金子的啊 这个物体啊 已经不存在了啊 除了一大堆的这个原子意外 然后没有一个恶乱石 那么这时候呢 恶乱石不存在了 恶乱石消失了 尤其是这个静止的恶乱石 它消失了 这叫做空心 这叫做空心 能理解吗 这叫做空心 恶乱石不存在了 不存在 那恶乱石去哪里了呢 这静止的恶乱石怎么不存在去哪里呢 它没有去哪里 为什么 它本身就没有恶乱 静止的恶乱石 本来就没有静止的恶乱石 那本来就没有静止的恶乱石 我们看到什么呢 佛就会告诉我们 这是你自己的错觉 错觉 那所有的物质都是这样子的错觉 所以佛告诉我们 这物质是微物呀微信 这个争论是没有用的 为什么 这就不存在的东西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种错觉 没有一个真实的 在外面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 所以佛教它不是微信 它也不是微物 都不是 西方宗教很多都是微信 它自己也称了微信 然后呢 有微信和哲学 西方哲学可以分微信和微物 但是佛教它不是微信 也不是微物 都不是 外面的这些诗 外面的这都是一种错觉而已 但这个时候呢 然后就这个恶乱石 就不存在了 然后恶乱石不存在了 精致的东西不存在 这叫做这个 诗 这叫做这个世俗笛和生义笛 这两个是这样子来的 这叫世俗笛 然后呢 我们这个分完了以后 然后再去了解一下 这个博日心经当中的色机失控 这个色机失控 这个错了一个字 色机失控 不是时空 不是时间的事 色机失控 首先 蛇是什么意思呢 蛇不是蛇情 蛇是什么 佛教里面讲的蛇 就是物体 物体 物体的意思 物体 所有看到的 有颜色的东西 发光的东西 有颜色的东西 眼睛里面能看到的东西 都是有颜色的 都是有颜色 在实际上没有颜色 但是呢 在我们的眼里呢 它就变成一种 红绿白 这样子的颜色 有这样子颜色的东西 都只是物体 都叫做这个蛇 既是空 蛇就是空 怎么是空呢 蛇怎么是空呢 刚才我们讲 这个恶乱蛇 它就是蛇 用这个蛇来形容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恶乱式 即使空 怎么是空呢 纤维筋下面 没有恶乱式 更没有静止的恶乱式 那就不就空 它不就空了吗 纤维筋 一观察的时候 这个空 根本就不存在了 所以叫做空 但是我们会说 纤维筋下面 这个 静止的 空了 这个是没有错的 这个是没有错的 但是有云动的原子 怎么可以说是空呢 还有一个东西存在 那么云动的原子 也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可以观察 进一步的观察 什么是 什么是原子 假使我们的眼睛 比如说 能够看到 这个 能够看到 这个恶乱式 一样的 可以看到 这个原子的话 那么这个更是一个 环觉 更加是一个 环觉和错觉 原子 它本身 从表面上看 它是一个 点装的物体 但是它绝大多数 里面的绝大多数 都是空的 为什么 因为原子的 这个 真正原子当中 存在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原子核 就是原子核 那原子核 旁的这个周围的 这些点子 在转动的时候 高速的转动 它是 它是每秒钟 可以达到 600到1000多个 公里的速度 那高速运动的时候 然后在我们的 视觉当中 会产生一种 幻觉 错觉 任何一个 高速运动的时候 那我们的眼睛 就是看到另外一个 产生另外一个错觉 这个运动 是我们的 眼 视觉当中 会产生错觉 产生错觉 有一个叫做 这个 活轮 佛教里面叫 活轮 活轮是什么呢 比如说 晚上黑暗的时候 我们电一根响 然后在外面 高速运转的时候 它就形成一个圆圈 一个圆圈 这个就是 视觉当中 产生的一个错觉 实际上 这一根电 电了一根响 没有一个远行的东西 幻行的东西 但是呢 它高速运动的时候 在我们的眼里 就是形成了一种 这个 一种 欢心的 这个 显像 出现了 产生了 这是这个错觉 这是速度的原因 如果它没有高速运动 不会产生这种 这种欢心的东西 是速度的原因 然后呢 这个圆子外面的这些 高速运动的电子 让我们产生了一种 圆子 那是 又是一个 也是一个电装的 一个物体 但是根本就不是 比如说 圆子 它有这么一栋楼 这么大的话 那么 圆子核 就是在这个楼子 那一个角落 就有一粒万斗 这么大 这个一栋楼 和这个一粒万斗 一粒米 这个的具体的比例 大家看看 除了真实存在的东西 除了这个一粒米 以外的东西 都是幻觉 都是不存在 它高速运转的时候 产生了一个失觉 这个佛里面 怎么讲呢 佛教里面 有没有这种说法 有 佛讲 圣灭 佛不讲运动 佛不讲运动 佛说 圣灭 圣和灭 那么 运动和佛 这个圣灭 这两个当中 那一个 雍词的 最缺切 圣灭 比云东 还准确一些 为什么 比如说 中间 有一个 圆子核 然后 用电子 在这个转动的时候 转动的时候 这叫做 运动 然后佛说的圣灭 是没有一个东西 这样子 运动的 比如说 这个 前面 产生了一个 一个 垫子 然后它立即就 立即就消失了 它就在 它就在 比如说 三百六十个独 一个圆圈 三百六十个独 第一独上面 单身了一个圆子 然后呢 就在这个上消失 然后第二独上 又单身了一个圆子 然后有消失 第三独上 又是单身 然后又是这个消失 其实第一独 转一圈 回到这个 第三百六十 三百六十独上面的 这个 这个 里子 这两个完全是两个东西 根本不是一个东西 这里 也就是说 这里没有一个东西是可以 转的 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转 就是每一个坐标上 单身了消失 单身了消失 它是不存在 但是呢 因为它告诉云洞以后呢 然后我们的 实觉当中呢 产生了 有一个东西在转动 有一个东西在转动 但是没有一个东西 实际上没有一个东西转动 就比如说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活轮 那它从 它从三百六十独 转一圈的时候 那么它有没有一个东西 一直都怎么走呢 它是没有一个东西 第一 第一度和 第九十度和 第一百八十度和 这个一百三百六十度 上面的这个 火 这个火 点 完全是两回事 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 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 所以它没有一个东西是晕转 没有一个一个东西是晕转 它是在生灭 但是这个生灭的速度非常的快 非常的快 所以我们感觉不到 因为这个速度经常导致很多的幻觉 比如说我们人 现在在这个地球上 天天都在转 天天都在飞 天天都在飞 而且这个速度 一秒钟 大可以达到 二十九公里这么快 但是我们不觉得我们在飞 我们坐飞机的时候才飞 现在我们在地面上怎么是飞呢 我们根本感觉不到 根本感觉不到 根本感觉不到我们在飞 其实我们都在飞 每一天都在飞 从单身到死亡之间 一直都在飞 但是我们感觉不到 这也是速度产生的一种幻觉 然后在我们的社觉当中 也是一样的 速度的幻觉 然后我们的听觉也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我在说话 这个声波 声波连续 触动了这个二末以后 然后我们把前后的东西连接起来 这个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的第六意识去分析 我在我的声二 听觉就感觉到了一个这样子的声音以后 我把全部前后连接起来 然后以六意识去判断这个话的意思 是这个意思 然后他就知道这个意思 实际上这前后的所有的声波 如果没有高速运动的话 那么它的速度一旦有变化的话 那么他就没有办法整场的去分析 都是在这个高速运动 产生的幻觉 我们可以这么说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高速运动的一个产生的幻觉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都是一种一个物体的高速运动产生的幻觉 这个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推翻的 这个我们不能不接手了 不能不接手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原子我们眼睛是看不到的 如果看得到的话 那这个是更加的更加的这个这个徐欢 更加的徐欢是错觉 就是这些电子的高速运动产生了一个原型的糗型的东西 实际上没有这样子的东西 但是我们如果这个不存在的话 比如说一个鳄卵石 它是以什么东西构成的呢 它是很多原子 那么原子它本身就是一大堆的这个高速运动的一个错觉 然后这么多的错觉集中了以后呢 然后在我们的眼前就发生了一个更庞大的错觉 原子它本身是一个小的这个错觉 然后呢很多的成千上万的错觉 集合在一起以后呢 然后我们的眼睛当中就产生了一个更庞大的这个错觉 这个叫做无梯 这叫做无知 砖头 恶乱失等等 然后再进一步 再进一步 再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呢 我们刚才讲了 除了原子核以外都是假的 都是高速运动的徐欢的东西 那么愿之核 愿之核里面再分这个中子之之 那么中子之之里面再分这个夸克 最后最后最后就是夸克 那这类的都叫做基本的例子 但是呢 后来最新的解论是什么 原来大家都以为 这些基本的例子都是真实存在的东西了 其他的都是高速运动产生的幻觉 这些都是存在 但是有一个现理论 现理论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根显的真东的不一样的模式 然后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基本的例子 不一样的基本的例子 其实这个基本的例子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电装的物体 它是一根显的这个真东 真东了以后呢 在我们的视觉里面这个根本我们看不见的 然后就产生了一种电装的这个电装的幻觉 那这样子以后呢 念基本的例子都是这样子 就是幻觉的话 那么什么东西是真正的存在呢 那么物质是什么呢 什么叫做物质呢 然后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最后 那么刚才讲的这个 基本例子是一味显 显的真东 那么显又是什么呢 显有两种说法 有可能是一个物质 有可能是一个更加细微的东西构成的一个 又是一个幻觉了 那么又是一个 那么幻觉 小的幻觉再组成一个大的幻觉 然后这个大的幻觉再构成一个更大的幻觉 然后到我们的干管这里的时候呢 那就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幻觉 那这叫做虚幻的世界 这叫做虚幻世界 这样子以后呢 色即是孔 就是无听都是孔的 是这样子的意思 佛经里面呢 也会有很多的推理的方式 推理的方式 但这个推理的方式都是非常的复杂的 这个首先要去学佛教的逻辑学 佛教的逻辑学 佛教的逻辑学是一个 这叫做因明 佛经里面叫做因明 因果的因 因果的因 那为什么叫做因明呢 因为这里面呢 就是推理的方法都在讲一些原因 原因利用 一个这样子的是一个非常严密的 一种推理的方式 这叫做因明 先去学因明 然后这个因明或者这个思维的方法 学好了以后呢 然后再去观察 再观察以后呢 最后我们得到的结论 是今天的 这个纤维经下面的结论 是完全是一样的 完全是一样 然后呢 但是还有一个不一样什么呢 纤维经下面还有一个 就是到了弦以后呢 目前还没有一个结论 然后佛教 那他就把这个仙也好 最小的这个粒子也好 把这个也搭破了 这个也搭破了以后呢 最后 最后 所有的这个 所有的东西 最后都是五中生有 五中生有 有些他单身 就是在这个空间单身 消失的时候呢 就在这个空间消失 那最后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我们自己的幻觉 那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 世界是什么呢 世界就是我们视觉 能够发现的视觉 是我们的错觉 视觉的错觉 那我们的耳朵 能够感觉到的这个视觉 声音是什么 是我们的耳朵 这个听觉 上面的一种错觉 然后就是除觉 这样子以后呢 所有我们五中感官能够接触到的东西 是五中感官他自己的错觉了 最后的结论就这样 在外面 我们以为 外面有一个物质 然后去追求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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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东西不存在了 外面的东西都不存在 都是消失了 消失了以后呢 回头 那么明明有一个东西 怎么这样子一观察 越观察 越不存在 越观察 最后去哪里呢 最后我们发现 原来都不是 我以为是外在的一个东西 其实不是了 其实是 我们自己的幻觉 我们自己的幻觉 比如说 我们吃了一些 吃了一些 摇舞 迷环摇 这样子以后呢 就是有 有错乱的这些 实觉的错乱 然后就会导致一些 稀奇古怪的东西 那如果这个是 我们认为 这些东西都在外面的东西 去研究的话 这外面是不可能的 没有的 不存在 那么 这个是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是我们实觉的一个 产生了一种 因为这个摇 把我们的身经 高卵了以后呢 然后在实觉当中 就产生了一种 这样子的幻觉 这样子幻觉 但是如果 这个是我们不懂的 这个道理的话 那我们也一样的会觉得 这个是外面有什么东西 外面有什么物质 去研究 研究 最后呢 外面的东西都不存在了 那都不存在一个 这么庞大的世界 宇宙 银河系 太阳系 包括地球 都不存在 那难道这个都没有吗 最后是什么呢 然后就是最后 就人就要回头看 答案就在这里 答案就是在自己的 感官这里 原来是他创造的一个幻觉 外面的东西都是 都是所有的东西 都是小的幻觉 产生更大的幻觉 更大的幻觉 再产生更大的幻觉 最后在我们的感官当中呢 就是一大堆的错觉了 但是我们认为 外面有一个东西 然后说是威武呀 威心呀 大家都去争论 那佛教就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要去一个 类似 比如说像威心呀 威武呀 这样子的名字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 我们这叫做 威幻 威幻 幻觉 幻觉 威幻 它不是威心 也不是威武 都不是 威幻 就是一种幻觉 就是一种错觉 就是一种错觉 但是这个错觉 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是非常有勇的 如果我们不这样子观察的话 那它是非常真实的东西 就是比如说我们 我们经常接触到 我们的感官接触到的 这些所有东西 就是这些错觉 但是呢 对我们而言 一点都不是错觉 一点都不虚幻 非常真实 很真实 如果我们不观察啊 或者不追求的话 那永远一辈子 不要说圣圣思思 我们都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虽然是幻觉 但是我在幻觉当中 我活得还是很开心的 幻觉当中 我活得还是很真实啊 我很满足 好 满足 那就不需要再观察了 不要观察 继续做梦 继续做梦就可以了 那这样子的原理 佛告诉我们的这种方法 那如果不愿意啊 如果不在啊 如果不愿意继续被啊 我们的干官啊 欺骗啊 这样子的话 那就要去突破这个 要去突破啊 要去修心 要去观察啊 观察 明白了以后呢 然后就有一种啊 修心的方式啊 有有有有这个 通过修心的方式 然后去整悟啊 整悟了以后 那这个时候呢 就就叫做这个 社即是空的 真正的意义啊 然后我们彻底的明白了 社即是空啊 这样子的社即是空 嗯啊 这个字没有大错啊 空即是社啊 这个就对了啊 空即是社啊 空即是社 是什么意思呢 那 虽然是空啊 从线未进的角度来说啊 没有经质的这个恶乱是 恶乱经质的恶乱是是空啊 但是我的从我的社觉的角度来说 确实存在的啊 那所以呢 空又变成了色啊 空又说回来了 又就变成了个色啊 然后用纤维经 再好的纤维经 更好的纤维经 这样子的话 那么每一个纤维经 每一个干关的这个结论 它会否定啊 否定了以后 更有更好的结论 更好的结论 最后是没有结论 最后就是没有结论 这叫做空啊 最后是没有结论 是结论里面的最最最最最终极的结论 没有结论是所有结论当中的最终极的结论 可以这么说 这个是不是看起来很荒唐啊 没有结论 没有结论就是所有结论的终极结论 最后就为什么呢 所有有结论的东西 最后最后最后啊 有先是干关 然后是纤维经 然后是更好的纤维经 更好的纤维经 最好的纤维经一看 原来都不存在了 这个就是空 但是呢 又回来了以后 用我们的干关以观察的时候呢 一切都是一个东西都没有空 都是存在的 如果我们不要用这个纤维经 或者是不要用这个佛照的逻辑 用我们的干关那就非常好的都存在的 这个所有东西我们这世界上任何一个东西都没有缺少 都是存在的 所以说回来了以后呢 空即是色 空即是色 在我们的干关世界当中啊 它永远都是色 它永远都不会是空 然后呢 一个佛的境界当中呢 它永远是空 它永远都不可能是色 然后我们的干关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的干关啊 是纤维经和干关当中的干关 然后佛的智慧呢 就是好比是这个纤维经 最好的纤维经啊 有两个不同的啊 有两个不同的 当我们学习的时候啊 我们学习的时候呢啊 然后就啊 学习的时候呢 我们通先从色 然后就进入空 空从空 然后又回到色啊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这样子的 这叫做空即是色 我们的干关当中呢 一切都是存在的 但是呢 在这个之前 我们是相信啊 我们的干关啊 相信我们干关 我们从来不怀疑啊 这些世界是不是真实的 我们永远都是非常相信的 但是现在这样观察的时候呢 这个没有我们的干关 没有什么科兴度啊 没有什么科兴度 所有东西都是啊 幻觉 但是呢 我们的干关 他从来都不知道 这些都是幻觉啊 然后反而 他不但是他自己不知道 而且他把这个错误的信息 创递给我们的六一世啊 不仅是看错了 而且像错了啊 都错了 这样子以后呢 然后我们就有一种我之出来了 我认为我是存在的啊 我存在 所以啊 其他人也是存在啊 然后我们之间啊 有各种各样的啊 这个呃 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不愉快的事情啊 人与人之间的这些战争啊 这个比如说 这个比如说啊 人与人之间的啊 比如说这个情绪上面的一些 比如说啊 傲慢啊 基督啊 之类的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我们认为有我啊 所以就产生了这些东西啊 如果我们真悟了我不存在的话 那么会有这些情绪吗 这些情绪啊都不会有的 所以这叫做这个啊 空即是蛇 那在色即是空和空即是蛇 他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道理的话 那我们永远都哦 把这些东西当做一个非常真实的东西啊 然后就永远都不怀疑这样子 以后呢 圣圣思思 干官啊 被干官啊 欺骗啊 被干官欺骗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那 所以这叫做这个空即是蛇 那他虽然是空 但是呢 他同时也是蛇啊 比如说 他这个恶乱是 他虽然是一个云动的啊 一大堆的原子啊 但是呢 他同时也是一个禁止的恶乱是 那他禁止 他是一个禁止的恶乱是 同时啊 他也是一个啊 运动的一大堆的原子 这两个是不矛盾的啊 两个不层次不一样的东西的结论啊 两个不一样的结论 所以他不矛盾的 嗯 这叫做空即是蛇啊 就是这样子的 这叫做空即是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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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魔啊啊 蔓门 它的队是蛇啊 好